主题就是 逆境当中的盼望 我们也在看以利亚的事迹 这个也是以利亚系列里面 我们在六讲里面是其中一讲 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来自《列王记上》第十七章 十七至二十四字的《和修本》里经文 听我读出 这时候那夫人就是那家的女主人 她的儿子病了,病得很重,甚至没有气息 婦人对以利亚说 神人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警导我子女来,使上帝记起我的罪 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 以利亚对他说 把你的儿子交给我 以利亚就从婦人怀中接过孩子来 抱到他所住的顶楼,放在自己的床上 他求告也会说 也会说 我的上帝啊,我既居在者寡妇的家里 你却降和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 以利亚三次服在孩子的身上 求告也会说 也会说 我的上帝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生命归回给他吧 也会说 听了以利亚的夫求 孩子的生命归回给他 他就活了 以利亚的孩子从楼上抱下来 进了房间交给他母亲说 看,你的儿子活了 婦人对以利亚说 现在我会知道你是神人 耶和华借着你口所说的话 是真的 弟兄姐妹,我想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我们都知道自己得着永生的盼望 是不是? 但是如果我们在信耶稣的生命里面 我们纯粹只得永生的盼望 我觉得是很基本的 我不可以说不完全 我们每一个都能得着这个救恩 但是如果想耶稣纯粹在地上等上天堂的话 那么我们这一生里面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们常常说就是标杆的人生 但是标杆的人生的过程里面 在地上的确是会有苦难的 会有挑战,会有试炼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都会面对这些试炼 但是信耶稣的其中一个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好处 但是其中一个给我们的是 我们看事情的角度可以不同了 因为人们常常挑战我们基督徒 就是说你看这件事 下雨又感恩,好天又感恩 祈祷救生又感恩,死了又上天堂又感恩 就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好像什么都很阿Q 其实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来说 这个不是阿Q的精神 这个是我们去明白到上帝 给我们看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用圣经用上帝给我们的角度 去看每一件事情 所以在伊利亚的故事里面 给我们看到今天一个,我叫他做逆境中的盼望 就是基督徒可以如何面对 以及如何处理我们面对的困难 我可以说逆境可以有很大的逆境 一些很小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得着这份盼望 这个就是,我觉得信仰的实在地方是 耶稣基督为我们每一个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祂爱我们在那个地步这么重要 愿意牺牲祂的生命去交换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永生 祂不会在地上这段短短的时间里面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 去参与我们的生命 问题就是,好像刚才首诗歌里面所说的 太阳上士都在,问题是我们参不察觉 还有我们会不会回应 会不会去找祂去参与我们的人生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将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宰 为什么我们今次讲伊利亚这个系列呢? 就是我们觉得上帝每一个的仆人 他呼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都蒙神呼召 他有一些方法去训练他自己的仆人 而这些训练也不是特别为伊利亚而刺 而是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刺 我们之前听过,上星期我们讲到 就是独处 在上帝里面我们独处的一个训练 圣经说,伊利亚其实和我们是一样圣情的人 一样会有机会出错 会有机会遇到不同的试炼 会遇到不同的试探 试探和试炼 Trials and Temptations 这两个T就是我们人生里面 尝试都会面对 无论你识圣经多多,回教会多久 你做了基督徒,有多狗 但当你面对试炼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放弃 但当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跌倒 但当我们面对的时候 我们都好像伊利亚一样 如果我们一直听下去 我们知道伊利亚 我过了几个礼拜来 分享伊利亚的灵性低潮 神人一样会有灵命低潮 何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圣经告诉我们 伊利亚和我们的性情都是一样 都是一个犯人 是吧? 但为什么他能够这么厉害 经历上帝的神迹 当然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学习 所以我们就从伊利亚的 被上帝的训练里面 去看一下 究竟我们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地方 圣经在17章17节开始的时候 一说的就是这事以后 那是什么事呢? 大家一听伊利亚的时迹都知道 上帝呼召他 第一件事就是面对这个阿虾王的困难的一个环境里面 要做先知 你说有多困难 所以上帝第一件事就是 抽了他出来 去到基立梯旁 要他学习独处 独处就好像保罗 这个素罗变为保罗的时候 上帝抽了他去阿拉伯的沙漠 去有几年的时间 又或者像摩西 上帝抽了他 从皇宫里面去到抗野里面的牧羊 40年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就是他去学习 上帝的供应 上帝的训练 好了,经历过这段时间之后 这时候上帝又带他去一个 穷寡妇的家中 因为穷寡妇就是 老公死了 只剩下个儿子 很穷 去到西顿的一个地方 住在穷寡妇家里面 第二个训练就是 要训练物质上边的上帝的供应 我想每一个神的仆人都会面对这件事 当你愿意放下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自己有的资源 去到抗野里面去读神学 去接受上帝有操练之后 上帝就说 第二步我们要学的就是 上帝在生活所需里面的供应 圣经告诉我们 这个龙寡妇就是 看到以利亚来到 是神的仆人 没所谓,招呼你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只剩下少少油和饼 反正都是窮的 没所谓 多伤筷子 而且越窮越见神人 有神人来到就一起吃 没所谓 反正都饿死了 那个妇人 谁知道上帝就是 透过这个小小饼和油 就供应了这个妇人和伊利亚 这些西方的画 坐在桌上大家吃 很开心 但是上帝又不是停在这里 不是叫你永远都经历这些福气 上帝第三个训练就是 有逆境临到这个妇人的家中 我们要看看伊利亚 她如何回应 也要看看这个妇人 作为一个 西顿很可能 这个妇人也是一个外邦的妇人 看看她如何回应 而伊利亚又如何回应 我们要看看圣经怎么说 这时候 那个妇人的儿子病重 死了 本来很开心一件事 有个神人来到 那些东西吃不完 在家里面 但是突然病了 然后圣经说到 没有气死了 我们先看看这个妇人的反应 这个妇人 我也不会花很多时间 因为这个妇人的反应 其实很多我们今天不信主 或者信主的人 都有这样的反应 接着我们看看伊利亚的反应 最重要是看看伊利亚 有什么功课让我们学到 好了 第一件事 妇人的反应 都是那几件事 第一 怨人 You are not ok 当有困难来到的时候 第一件事 很多时候都是首先赖人 是吧 神人 是吧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之前不是这样的 之前有食物的时候 是吧 很感恩 多谢你来 先生 因为你来到的时候 祝福了我 但是一有困难的时候 第一件事 想到的就是 当然是先赖人 是吧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竟然到我自己里来 就是被你驼衰我 是吧 有时发生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是用手指指着人 是吧 好像当犯罪的时候 之后 他摆出一个 总之 手势就是 上帝你给我的那个女人 害我的不关我事 是吧 婚姻里面 吵架 是吧 第一件事 赖的当然是对方 很多时候 男人 是吧 男人 女人 是吧 是吧 于是你就 总之 手指指在人家那里 是吧 那四个手指就 指自己 但是通常我们都会 埋怨别人 就是 You are not okay 第二件事 婚姻说的就是 I am not okay 有时我们都会想到 第一件事想到 是否我犯罪 是吧 是否我在上帝面前 上帝 就是懲罚我呢 是吧 是否因为我的罪 使得 连累了 我儿子死亡 是不是 我做错了些什么 令到我儿子死亡 这个也是 我们的想法 也是 通常 犹太人的想法 大家记得 二汶福音第九章 这个 看到一个 耶稣和门徒 看到一个 天生盲眼的人 是吧 那些门徒就问耶稣 因为他们的思想 跟我们中国人都很相似 东方人的思想就是 是否这个人犯罪 又或者 是他父母犯罪 以致连累了他 天生残缺 有时当我们面对困境 或者家里面有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们都会这样想 是否我做错了些什么 是否有什么罪 当然我们个个都有罪 是否因为这样 就引致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第三件事 当然 很多人就是 除了怨己 怨人之外 当然是怨天 是吧 You are ok I am ok 但是 God is not ok 是吧 使上帝记起我的罪 以至我儿子死了 是神把我儿子杀死的 我不要说这些事 不是值得我们去反省 是吧 是否真的没有错 是我的错呢 或者是否永远都是我的错 是否不是上帝的介入呢 我们不知道 但在怨天由人的里面 去面对困境 能不能够面对解决那样的事情 你说伊利亚有什么反应呢 第一件事 伊利亚提醒我们 你说 第一件事是祈祷 基督徒 是吧 伊利亚给我们看到 不是单止一个 属灵的指示 而是给我们看到 他处理的步骤 这个很值得 我们每一个 在面对危机 或者逆境里面 我们 如何去处理这件事 第一件事 伊利亚不是祈祷 我说的是 那个心态 不是单止你的行动 第一件事 伊利亚做的就是 提醒我们每一个 无论你面对什么 风景 首先 我们要 勇敢地去面对 怨天由人 情绪发释是可以的 但是能不能解决这件事呢 当你怨天由人的时候 是不是永远这样下去 这件事就能够解决得到呢 又或者就是当 你失业的时候 与其怨天由人 是不是 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呢 例如 是吧 找工作 是吧 上酒店 是吧 就是很多东西可以做 是吧 是不是远天由人 夫妇的关系 吵架了 是不是就放弃呢 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些方法 是不是 我们互相指责之后 是不是永远 就是这样下去解决到问题 是不是可以去找 分家庭辅导 参加夫妇营 或者见 让你目者谈谈 是不是有些方法可以去做 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但是第一样东西就是 我希望弟兄姊妹 去面对的时候 我们要正视这件事 怨天由人 情绪发泄是可以的 但是怨天由人 解决不了这件事 身体突然有患疾 怨天由人 能不能帮你去度过 是不是需要去面对 就是找医生也好 是不是 治疗疗法也好 找中医也好 找无医也好 是不是 总之 就是你都要面对这件事 我想第一件事 我想很多时候 我们见到一些 弟兄姊妹都是 当有疫情来到的时候 就是 逃避 不去处理 或者 继续怨天由人 你说 神人 当然了 他是神人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看到 伊利亚的整个人生 他有些时间 和其他先知一样 起来不是也是这样 大家记得 撒姆尔当他高纳了 然后扫罗王 就是反叛上帝 是吧 撒姆尔就 来到树下 向上帝说 你拿我命算了 是吧 悲伤 但是上帝说 你要悲伤到什么时候 扩给你一个新的任务 你作为先知 你要面对这件事 上帝说 你走去百里行 他一个人的家里叫耶西 里面有个儿子叫大维 你高纳他做一个新的皇帝 要他面对这件事 伊利亚 但当他被阿哈和耶西被追杀的时候 他走到罗藤树下 求死 大家都记得 上帝说 你拿我命算了 是吧 不如我都列祖 我没鬼用 是吧 怨己 上帝说 I'm not done with you yet 是吧 你没那么快死 不用怕 我要你去高纳两个新的外邦的皇帝 我要利用外邦人去懲罚以色列 上帝尝试都叫我们 在悲伤的当中 我们都要想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去下一步去走 而不是逃避 而不是纯粹情绪的一发邪 第二件事 我们看看 伊利亚要做些什么 他就把小孩抱到所住的楼中 放在自己的床上 就在顶楼 住在顶楼上 这个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你看到的 那个穷寡妇 在伊利亚面前 就是一哭一哭一哭 他不会上吊住 是吧 他就不停地骂 就是关你什么事 就是关你什么事 离我家里 沱坏了 就是把祸临到我身上 等等 就不停地骂 那你试想一下 就是在这么嘈杂 这么难处理的环境里面 你现在没有这样的空间 去思想怎么做 有没有这样的空间 去处理这件事 是不是 需要他静一静下来 不是即时去 立刻去回应 是吧 那你那个妇人在骂的时候 你立刻 是吧 就是跟他辩驳 我是神人 我告诉你就是 是吧 神不是这样的 是吧 就是没有可能 即时去做任何的反应 这里让我们看到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 我也教了 很多时候 在极度的 情绪波动的当中 特别 各位夫妇 和你的配偶 喊完交后 不要那么快 有即时的回应 是吧 立刻拍摄桌 是吧 是吧 很多时候 我们那个 情绪也是 是吧 跟小组里面的 特兴照片 喊完交之下 或者看到一些 不顺眼的东西 是吧 是吧 很多时候 我们即时的反应 是在情绪当中 去做决定 所以西方社会 我自己觉得 有一个好的就是 在那个 司法制度里面 为什么要拖延一段时间 才去審某些很重大的案件呢 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要搜集证据等等之外 就是 等大家的情绪平复之后 真的认真去 用理性去看看这件事情 去了解这件事情 看看 上帝 在教育里面 很多 这样的 事迹 告诉我们 是吧 我最记得的就是 在创世纪里面 上帝 就是 处理阿伯拉罕的家庭 这件事 是吧 下夹被赶走了 要 离家出走了 没办法 被人逼走 上帝就叫下夹停下来 你想清楚 一个女人 带着一个小朋友 走去沙漠那里去哪里 是否我们应该坐下来 想清楚去静思一下 等着我觉得 如果你在生命里面 面对一些困难 困境里面 在一个嘈杂的 环境当中 你有没有一个 可以独处的角楼 一个顶楼 你可以去安静 首先思想一下 究竟你做这样的决定 是出于情绪 还是想得清清楚楚 拍桌走人很容易 但后果是怎样的 当你情绪平伏的时候 可能上帝给你听得清楚一点 等着我和一些顶知会分享 我觉得在香港和美国 其中一个很大的分别 我想很多人都会经历 就是在美国的空间感是大一点 对不对 就是 在美国居住 你要知道 就是 至少你有多少空间 所谓的 住屋里面 或者在日常生活里面 所谓的空间感就是 有个机会 你独处多了 例如 塞车 对吧? 有没有人喜欢塞车 对吧? 但我很感谢主的 就是每天上班 我开了25分钟的车 回到教会 但是 回去 那条680 就是 就是下班一个小时 我住在South South 所以一直塞 塞完680 就塞101 回到家一个小时 我这时候想 一个小时 自己 一枝工在 是吧? 车里面做什么呢? 你要做什么? 与其怨天游人 是不是我找错工呢? 是吧? 是吧? 上帝你弄我 每天要浪费时间 一个小时 喂 在车里安静自己做什么呢? 除了听收音机之外 我就在当中去反省 每天我面对的事情 或者 接着我即将要面对的事情 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很有帮助 对我来说 我一个小时 在车里面 就是我和上帝独处的角楼 那你说牧师 你在香港怎么办? 坐到地铁 有很多人 香港就真的比较难 但是也会有时间 在香港呢 我和上帝独处的时间 就是我洗澡的时间 是不是? 洗澡 我不知道 可能夫妇喜欢鸯鸯肉 我不知道 我自己一旦洗澡 洗澡 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骚扰你 是不是? 在流水匆匆的声音里面 你可以和上帝有独处的时间 当然洗澡都是十分钟 十五分钟 但是我都很珍惜那段时间 是不是? 如果觉得需要多些时间 就要多久一点 是不是? 但是起码有一个独处 就是我不受任何的骚扰 我自己独处 所以在香港我也需要多些时间 有时是自己放假的时候 走去独处 安静的时刻 有需要 在美国呢 我觉得空间这么大一点 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在香港有一次 几年前 就是 开始咳 咳了三个多月 都很咳 咳很辛苦 因为你要港道 是吧? 至于港道又咳 那些电影子会见到都不顺眼 我觉得 整四个月都医不好 不断祈祷 又看医生 吃过几次抗生素都不行 没办法 于是就寻求其他方法 是吧? 太太 姨妈姑姐 顶姐妹 当然有好的秘方 是吧? 一味就要煲点汤给我喝 又介绍我吃 咳 吃川辈 吃鱷鱼肉 是吧? 吃这个 这个 鄧雪梨 甚至有个姐妹 在网上 找了一些YouTube影片 给我看 是吧? 叫我自然尿法 喝小便 不是喝他那些 喝自己那些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是吧? 他说找我看 真是好像有效 但我都没有勇气去试 是吧? 喝自己的小便 可以医护好一些环疾 是吧? 什么声音都有 你想想 这么多声音来到 是吧? 你有病 是吧? 吃这样吃那样 用针灸 脚底按摩 什么都试过 我说没有了 我真的要安静 看看上帝想我 怎样 他有什么要告诉我 这时候我就 带队去了土耳其 一个新约团 带队去 一来侍奉 二来走开一下 自己这样 怎样做完之后 回到香港好 当然我感谢主 入门、空气等等 但是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 面对困境的特殷之门 都需要一个 安静的角落 在上帝面前去安静 去想清楚 我应该如何走下一步 伊利亚抱了个小孩 离开草宅的环境 放在自己床上 安静去思想 第三样东西 他做了就是 祷告 你看他的祈祷 以后说 我的神 我寄居者 挂富家里 你却降和于他 使他的儿子 死了吗 如果你看 伊利亚的祈祷 你觉得 神人的祈祷 都这么差 一开口 先骂上帝 或者质疑上帝 为什么 是不是 你弄图他 叫我来到家里 弄死他的儿子 是不是 接着他就跟上帝说 神下 将儿子的生命 归及他吧 如果你看圣经里面 很多熟灵伟人 我们所谓的祈祷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 都是很差的 如果你用圣经去评论 这些人的祷告 像伊利亚的祷告 你不是应该 来到上帝面前 首先第一 先求他的国 和他的意 是吧 好像耶稣教的门徒祈祷 是吧 愿你的旨意成就 是吧 愿你的国降临 是吧 我一开口就埋怨上帝 质疑上帝 是不是你弄图他 是吧 透过我弄图他 接着 你没有尋求什么神的心意 你就开口就是 要神做事 是吧 神啊 復活他 那些祈祷那么差的 是吧 你看看圣经里面 很多人的祈祷 都是很差的 可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进入一个深度 学习祈祷的功课 但是祈祷101 最简单的就是 伤心里面的挂累 想要的东西 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高数上帝 真的这么简单 我不是教你 只是维持在这个 基本的祈祷里面 但是祈祷其实很简单 就是 好像一个小朋友 来到爸爸面前 说 爸爸我不知道你心意怎么样 但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告诉你 因为其实我不告诉你 你也知道 但是你是喜欢我 来到你面前 告诉你 我记得起 我两个女儿小的时候 走出街 小朋友就是这样 爸爸我想要的玩具 爸爸我想吃的东西 我作为他们的爸爸 他说 我有主权 给或者不给 对他们是否好的 我会做决定 但是对他们来说 他们不知道我决定是怎么样 他们就把 所需要的 想要的 他说的 告诉爸爸 这个就是上帝 喜欢的 祷告 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想太多 这样祈祷 是不是上帝的心意 对我来说 我每天 不单只安静自己 有祈祷的时间 我走路我坐车都会 都会祷告 我就将 看到的东西 即时 去摆上给上帝 我不知道上帝是否给 是吧 但是我不觉得那些 是差的 祈祷 如果我明白 这根本不是上帝的心意 当然我不会去祷告 他不会的 是吧 就是 都快不行了 看个样子 是吧 不如快点祈祷 求主快点接他回天家 是吧 不用他受痛苦 是吧 喂 我不会 如果家人盼望他 仍然存活 救得回的 家人 或者这个病人之前 他表达的就是 希望为他的康复去祈祷 我会继续为康复去祷告 因为我不知道上帝的心意是如何 可否顶着面知 有时 上帝的作为 真的不是我们 可以想得到 虽然大部分 我临终的病 我祈祷都是回去天家 是吧 但是有些情况 不是上帝的心意 真的突然间 真的叫他慢慢好 其中一个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 我自己的爸爸 想患肝癌 入医院 或者祈祷 医生说有个肿瘤 在肝上 我就求主 说 继续医治我爸爸 因为我希望我爸爸 继续传活 我爸爸也希望继续传活 但是 打算做手术之先 再照一次的时候 肿瘤消失了 医生说 医生说 那个不信 他还没信 医生说 在医学里面 都有些特变的东西 是吧 你用science去解释 永远都可以解释 是吧 这个耶利哥 城墙地震 崩了 但是我们相信 背后是上帝的工作 但是是否代表 那个人不用死 我爸爸已经回到天家 七年了 是吧 不是代表 一个人 病的时候 有祈祷就一定不用死 不是 但是上帝有祂的时间 有祂的作为 我们需要的就是 很简单地 来到上帝面前 告诉上帝 爸爸 我想要这件事 扣祢给我 他就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去祈祷 不要觉得他差 他说 神人一次就搞定 想祂伏三次 有人又说 这些是CPR 就是这个 心肺复甦法 你怎么看也好 我觉得背后是上帝 所以祂用祂可以做到的事 没有医药 没有针灸 没有急救伤 没有心电震气 没有 你唯有做到的事 祂可以做的事 祂可以做的事 这个也是我教导 弟兄姊妹 在一个困境里面的时候 我们祈祷交托给上帝 但也不是坐在那里 可以做到的事 我们尽力去做 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 你有信心 上帝会遇治你的 如果你有病 但如果你说 上帝感动你去吃药 或者找其他的治疗方法 照药我们可以去做的 我们去做 问题就是 你自己在上帝面前 感受到那个平安去做 伊利亚 他没有什么可以做 唯有给一些温暖的小朋友 希望可以 帮到的小朋友 但他知道 真正的复苏在上帝 但不代表他什么都不做 我们今天都是 上帝是与人同工 不是我们招手 就是等上帝的神迹 上帝的神迹是 同人一同工作的 在结尾的时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最近在Crosponder的经历 我觉得 如果你愿意开放自己 观察上帝的工作 你会看到的就是 你是跟上帝同工 如果没有上帝参与 你怎样的工作都是没用的 都是只有有人的结果 但是 上帝不是想我们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做 我最近听到 有一个香港很出名的港员 会来美国主持一个聚会 他的聚会就是 星期五六日入露 然后星期日下午他就飞走了 我们教会 很多人都从香港来 都听过他一些分享 如果他能够来到Crosponder 来到Milpitas 那里 举行一个聚会 我没得住 可以帮助 听听这些名港员 不是听我这些 有些名港员来说 但是我就想 可以不可以的 是吧 别人来 而且他已经很久没有在公开聚会里面去分享信息 很久 因为他已经收山了 那我就说 第一件事 我就先祈祷 是不是上帝 我想邀请他来 第二件事就是 不如试一下 找他 就联络了他 他就说不行 因为星期四他一飞到来 就有个机构找到他搞一个聚会 星期五他就进露室 我说星期日你出来 我们进露室接你 接着出来说完你才走 他说不行 下午就要飞去纽约 我心想 我们找人来车你 我找PJ来车你 是吧 等PJ有一个小时车里面 你教他东西 是吧 是吧 但是他说不行 没办法 我就想 不行 好 我又再试 我知道 赵师母 以前跟他同学来的 在香港 我说不如试一下美人计 找师母 就是熟他 找师母去 赵师母跟他谈 又联络了一段 Whatsapp 搞了一段 他都说真的不行 他说 我给你整个设计 没有设计 可以 他说我星期四来到 有一个聚会 然后星期五入露室 星期日完露室便走了 那你说我 我可以怎么来呢 是吧 人的尽头都试过了 是吧 我想可能不是上帝的心意 但我有祈祷 就是 如果他 真的能够有机会来到 是 对Crosponding 才会有一个 一个福气 那 那 交托给主 人的行动都做了 那 那 在前两个星期 突然间 星期四 有一个电话打来Crosponding 他电话打来Crosponding 就是 有个机构 他打电话来 Mil Peters Crosponding 他说 我们可不可以借你的地方 来举行 这个聚会 那我们问他 谁聚会 谁做港员 他是一个 出名的香港的港员 他的名字叫做 温伟瑶 那 他说 可不可以 借Crospond地方 来举行这次聚会 那当然我心里面 当然是说了反应 是吧 但是我们也保持了一个矜持 就是 就是 那你先填一些表 是吧 就是 总之最后就是 搞定 最后就搞定 他五月中 左右 就会 星期四晚 有一晚来到 分享他生命里面的经历 大家都知道 Dr.Wang 叫做现代药伯 太太 她的前妻又 患病离世 女儿又有自闭症 他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些经历里面 他 如何倚靠上帝 逆境当中 得着这个盼望 那 我觉得 遲点我们会宣传 你会见到一些海报 就是他会来到 Milpitas 当中去分享 但这件事 其实对我 一件很小的事 对吧 但对我来说 一件这么小的事 上帝仍然在教导我 如何去依靠他 以及去仰望他的神迹 对吧 一件这么小的事 何况是一些很大的事 当你经历了之后 好像妇人那样 她懂得去感恩 一个未信主 我相信她是未信主的外邦人 这个妇人对伊利亚说 现在知道 你是神人 而你的上帝 是真的 这个就是在人生里面 我们能够经历上帝的福气 等着在困境里面 其实就好像乌云 照着太阳一样 我们见不到太阳 但不是代表太阳 不是在当中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事 告诉上帝 上帝 有他自己的工作 有他的时间 求主帮助我们 或是在低头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 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伊利亚 去提醒我们 究竟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 至于今天 当我们人生里面 仍然面对着 一些的困难 一些的逆境 一些的绝望的时刻 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在你里面 就好像乌云 凯天一样 太阳仍然在当中 我们虽然有时候可能见不到你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向你祷告 因为你不是不听 你不是不存在 而是你乐意为到每一个你所爱的人 去参与我们的人生 又显明我们需要学习什么功课 以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 能够是一个 无福封城的人生 所以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圣名 阿们 一首回应的诗歌 运上太阳 我们唱这首诗之前 有一个视频可以先看 也就是